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大家以前有沒有吃過掃街,街邊有很多食物 我們一掃就全部吃一點 我分享一個解頭美食 咖喱、蘿蔔、豬皮、魚蛋 應該是混醬才對 我們看這些豬皮 我們買了豬皮回來 例如炸過的,我們檢查一下有沒有沙 有沒有黑點 有時候儘量避開,就不會有的東西 我這塊沒有多少黑點 有時候有些毛留下了 等等 我們也要選一選 儘量不要買那麼多黑點 首先我們用水浸一浸 其實很快,浸一個多小時,什麼都可以 用來浸軟 哪裡買 街市的雜貨店 多數有 然後我們用東西壓一壓 會快一點 浸完,豬皮浸完 一個多小時後 我們看看原材料 那些豬皮浸軟了 看看 我們等一下還要出水 就是這樣,很有彈力 然後我們有一條蘿蔔 是蘿蔔 大家老實選擇 選一些重新的 然後我們有魚蛋 魚蛋街市可以賣 然後有三粒蒜頭 三粒乾蔥 很簡單 等一下還有一些醬 當然 現在不是吃蘿蔔,只是最好季 但是不理會很多 吃了才算 然後我們將蒜肉 蒜頭和乾蔥,切碎 切碎就行了,不用打溶 切成半圓形,會比較方便 放在一旁 一條蘿蔔,一條蘿蔔大概800克 又大又少,買一條便足夠 接著披口皮,披深一點 披到有點透透的味道,便可以 吃下去就沒有那麼多渣 然後切割,便可以 首先把蘿蔔一開四 然後切割 大粒一點也不要緊,要吸汁 太小粒,容易煮爛,吸不到汁 一咬下去有汁才會這樣 然後混醬 五角膜上可以顯示所有的調料 首先有少許黃薑粉 然後有油咖喱 油咖喱 油咖喱超級市場人 可以買的,寫著咖喱油或油咖喱 買的便可以 這邊比較多人 買的是油麻地,廟街 有一間很老字號 那些菜 然後 我們有沙茶醬 然後我們會有海鮮醬 和蠔油 我們先準備好 等待炒的時候便容易 不會炒的時候 踢腳 然後我們準備煮豬皮 我們準備一些水 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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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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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我們拿去洗一洗,看有很多油的 暴走,走不了,一定要弄乾淨 接著我們用清水洗,洗水龍頭 順便檢查它,有沒有沙和渣渣 將裡面的東西逼它出來,渣渣去 洗乾淨之後,我們晴乾水,放在一邊 就是這樣,麻煩,等會有廣告 如果好看,就幫我看三秒 如果不好看,就算了 去洗手間,幫狗掃背 或者去後半夜,走一走三十秒 很快便通過了,麻煩 接著我們把豬皮切一塊塊 我們平時吃的尺寸就可以了 你喜歡大塊也可以,小塊也可以,但不要太細 太細,吃下去沒有口感 接著我們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開始煮白蘿蔔 我們放少許片糖,讓它中和苦味 然後我們把蘿蔔很快,煮十幾分鐘 就可以了,煮一煮 第一,不要太苦,第二,軟一點 我煮了十分鐘,然後我們拿它出來 我們隔水,放在一邊 然後我們準備中火器鑊 我們放些油下去 燒熱之後,我們收回慢火 切了蒜頭和乾蔥,放下去炒香 不要太大火,大火會焦 就著來 慢慢來 如果不夠油,可以加點油 然後把我們剛剛拌了的醬 全部放進去 這個時候更加要小心 收回慢火,慢慢炒 炒香的醬 即是炒到醬香為止 慢慢炒它,自然就會很香 小心燒焦 小心燒焦 所有醬裡面的醬也有醬 所以很容易燒焦 而且它的味道很厲害 你聽到我都咳到媽媽都不能炒 這個時候我們炒到香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料酒 你的手不要停 繼續慢慢推,慢慢剷 我們經常說剷醬,剷醬就是這樣 放一些白蘿蔔下去 煮一煮 煮一煮 繼續慢慢,小心醬會黏底 特別是鑊邊的那些,不要浪費 我們再炒下去,留意一下 然後我們加水,加到剛剛夠蓋著它就可以了 再煮一煮 煮一煮 中火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慢慢煮 煮一煮 然後把蘿蔔煮一煮 看它的味道 大約煮了十分鐘左右 收小火 十分鐘左右 我記得差不多 很容易看到 你看到蘿蔔的顏色變成 就已經是 然後我們準備把魚蛋和 豬皮放下去 你看到蘿蔔連尺尺尺 顏色都不同 基本上可以了 接著 魚蛋和豬皮放下去 很快 不夠水 加一點水 現在看到 最初煮的時候 豬皮 可能 顏色很淺 但煮兩煮之後 你會發覺 顏色就開始深了很多 看 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們加少許鹽就可以了 鹽之後 我們要試一試味 記住 不打蜆的 你們可以打少許蜆下去 打了蜆 可能會 熱身一點點 但我不太喜歡 打了蜆之後 我覺得香味會走 就是這樣 麻煩你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如果可以的話 分享給朋友 我們用一鍋熱出來吃 就最棒了 這個味道 這個份量 不是太辣 如果你想辣一點 加少許辣椒油 或者油咖哩 重熟一點 因為我這個份量 就大人 就是老少咸二 全家都可以吃的 不是太辣 小孩都應該吃到的 很簡單 你加好醬 基本上 沒什麼難度 我覺得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